欢迎大家收看《风物情社区导赏黄大仙》 我们是香港圣公会黄大仙长者综合服务中心的导赏员 今天会和大家一起回味黄大仙 《风物情社区导赏黄大仙》 其实在狮子山下的黄大仙 是从前由蔡田、农村 发展到有十字区 慢慢再发展到现在的公共屋邨临临 今天由我们和大家一起分享过往七层大厦的生活点滴 和黄大仙不同的特色景点 而我在身口面里面就是黄大仙的竹原香 竹原香是有着悠久的过往历史 其中它是属于九龙十三香 其中一香之一 而在特首的施政报告 已经说过了 就是竹原香、牛池湾香和茶果嶺 都要在2025年面临清拆和平整工程 所以我们都希望大家有时间的话 都会进来看一看这个竹原香 而竹原香里面本身都留着一些不同的历史痕迹 其中就是一些轻工业的发展 譬如布厂、酒莊 我们都可以慢慢去看一下 这个在城市中最后一个围村来的 或者是村落 好 那我们现在进去看了好吗? 好啊 那我们现在去吧 进去看看 咦? Carrie 这块石这么有趣的 是什么来的? 是啊 这块石有个名字叫展布石 是当年布厂拿来压平布 用一块工具石 他们的名字叫展布石 而有两块的 一块已经送到博物馆 另一块就放在这里 而这块石都可谓见证着 足以轻工业发展其中一个文物来的 而在我身后面 这一间就是布厂后人在这里住的 而你会发现里面的房子 虽然是过了几十年 但是它的雕素灰素都很好的 还有捉完香你都知道了 会快要拆的了 如果你们有机会 或者叫朋友上来看一下 捉完香或者这块石 就要快点来的了 是啊 那我们大家快点 让朋友一起来看一下 好啊 好啊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好 谢谢你 好 好啊 好啊 喂 Judy 你知道为什么会有这块大石呢 哦 是啊 这块大石以前叫做狮子石 也有现在叫做正德街大石 我小时候就叫做大石鼓 大石鼓下面是有很多摊档的 你有帮衬过吗 没有啊 我最印象深刻就是刨冰 因为很吸引 你知道冰那时候就是用24x24 那麽大的就是那些工人呢 就会在货车里面 用麻包袋枕着 用夹一路拖着 在地上走 就送给当主 而当主就是用那些木 好像刨木那些刨那样 在上面刨冰出来 加奶和加红豆 就变成一杯很美味的红豆冰了 哇 想起都想吃啊 咦 Judy 你应该是黄大仙的旧街坊 可不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 宜时的趣事啊 好啊 何花啊 你以前都是住7层的骰子区的 那有没有什么难忘的感受呢 我记得以前每一个单位 都大概是100平方尺左右 但是最高可能住了8个人 所以生活环境比较不理想 和比较擠迫 也都会没有了私隱的 另外我们没有厨房 厨房会在外面 也都是没有公共的洗手间 用水就有一个公共的水房 所以其实大家会因为这样 都会有时候有些磨擦 有时候甚至会吵架 那些鄰居之间 Judy 你有没有记得 你以前小时候玩过什么 有啊 我最喜欢就是玩橡筋绳 我都戴了一条橡筋绳 除了玩橡筋绳 我还记得以前我们玩跳飞机 是吗 还有呢 还有玩那些 用一些石头玩的画子 我们叫做画子 是的 你还记不记得跳橡筋怎么玩的 记得啊 不如我们一起试试玩一下 小皮球香蕉油 奶儿开花11 156 157 18 19 21 哇好棒啊 好棒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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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dy 你记不记得 我们以前住黄大仙洗治区呢 其实买东西 主要是经过楼下的集货店 是的 记得啊 那我们呢 如果是想要订火水和米 那他们都会送货送上去家的 我最近跟林老板谈过 原来他有些街坊 现在搬去沙基湾 还是柴湾那边 他都会乐意送货的 虽然这么远的路程 但你可以见到 林老板对于旧街坊的感情 其实都建立了一定的关系 你和看到他对送货的坚持 其实都很难得 在现在这个世代 我们今天带大家来了黄大仙 看了几个景点 但都未能走光 很希望大家能够抽时间来 实地去走一走这个黄大仙区 加深对黄大仙区的认识 或者留意我们网上的片段 很欢迎大家多点关心我们的社区 好了 那再见了 拜拜 拜拜